一勺子的 看着都挺动的 这不就行 孩子都是父母心头肉 家长们也自然都希望孩子能在学校吃好饭 这样才有精力学习 但是在中国很多时候这都成为了一种奢侈 尤其是对那些来自农村的孩子们 我们来看看中国大山里孩子们中午吃的是什么饭菜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幼小孩子们端着餐盘 脸上带着替代的表情 大餐师傅给每个孩子 舀了一大勺黄色菜汤 他们是生活在中国贫困山军里的孩子们 正是长身体的年纪 在学校吃的却并不营养 即使是北京当局为农村孩子提供营养餐补助 这些孩子能得到吗 2024年6月30号 中国财新网报道 在中共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会上 中共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发布2023年度审计报告 其中重点审计2021年到2023年8月期间 中国13个省159个县的农村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补助资金 231.37亿元 发现有66个县 89.51亿元的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补助资金 浓用到了偿还政府债务等支出 简单来说 就是从2021年到2023年 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资金 被地方政府浓用偿还政府债务 竟然高达19.51亿 共计涉及66个县和将近1533家学校 还有41个县和1533所学校 通过压低学生供餐标准 虚构采购业务等方式 暗中节流 几扎2.7亿农村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专项补助资金 那么农村学校孩子们吃的究竟怎么样呢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打菜师傅把勺子里的肉用力的往下抖 能打到学生碗里的肉菜并不多 还有一个小学打菜的也是一个小学生 他从桶里舀出一勺汤给其他学生 里面的菜很少 从这个视频中我们可以发现 北京当局继农村学生营养餐补贴 似乎是并没太多流入学生食堂 学生们吃的依然是很简单 中国审计署也发现 有五个县的教育部门和中标餐食供应商合谋 通过供应商分红 捐赠等方式套取4加216.02万元 用于发福利等 有147家餐食供应商和部分学校食堂等供应单位 违规经营 透空减料 以次充好给学生购餐 上面视频也印证了这一点 财经网报道说 农村学生营养餐计划资金 在管理使用问题上出现违规情况并不少见 早在2017年就报告显示 偏远贫困地区的学校校方经常挤占 和截取餐费资金和学校的公用经费 中国地方政府用学生营养餐补助还债的几栋 激怒了网友 纷纷在评论区对政府表达不满 有人说 自从农村有了营养餐 这个营养就越来越跟不上了 也有人发出疑问 还债怎么欠的 欠谁的 用孩子饭钱还债 还有人披露说 小学生的食物老师都不吃的 老师有专门的餐食 至少我们这个阵是这样的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此前根本都不知道农村学生有营养餐补助 农村学生有餐补 哪年开始的 不是这次爆料 都不知道有这个补贴 我有两个孩子 从小学到大学 到今天就没有听说过有营养餐 孩子在学校吃的每一分钱 都是自己掏的 这个视频显示的是 一名男家长到一个小学学校食堂里查看 发现孩子们午餐 只有一碗面条 连菜叶都没有 而食堂墙上挂着每日的餐谱里 写着有菜有肉有粥 现在小孩子正长身体的时间 你们看到没有 这小孩子里面 青菜就没有 不要说肉 你们都看一下 青菜就没有 不要说肉了 都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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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看好 现在都是孩子是祖国的花朵 现在花朵吃不好 怎么长着 看好 在上面规定的标准 看好 里面一 里面二 里面三 鸡丁 现在这是什么 这标准是什么 大米粥 鸡 蒜蓝 这是标准 看怎么糊弄的 看一下现在怎么糊弄的 有网友之言 像伤口一样的活着 还不如非洲的孩子 也有人表示 没脱贫之前 是不是天天都得吃草呀 可怜的孩子们 还有人指出 共产党贪官 少摊一辆豪车 就够全国的贫困孩子们 吃多少年的饭了 难道是中国政府没钱 给中国孩子解决吃饭问题吗 不 中国政府对外国的贫困儿童 是很慷慨的 2020年8月 在中国儿童少年成长新闻资讯网站 《我爱孩子》的一篇文章称 为世界零饥饿 中国为七国小学生 提供免费早午餐或营养包 目前 一位缅甸 尼泊尼泊尔 柬埔寨 蒙古 纳米比亚 乌干达 吉伊索比亚等七国 提供免费早午餐 同时 在缅甸开展 微笑儿童计划 将对缅甸12个邦 100万的贫困儿童 每人每年 提供300美元的营养援助 包括牛奶 面粉 高能食品等 此计划将耗资3亿美元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 和中国的红十字会 共同承担 从中国政府热心捐助 周边国家贫困儿童的行为来看 本京当局是不缺这笔钱的 那么为什么不去热心帮助一下 中国的贫困儿童呢 对大厂里的孩子来说 他们也许不奢望那些美味的食物 在普通人眼中 一袋素食面 就让他们吃得很满足了 这个视频显示的是 在一起的五个小男孩 最大的大概有七八岁 小的可能只有四五岁 他们熟练的架起大锅 高高兴兴的生火烧水煮素食面 孩子们就坐在地上 爱惜的捧着碗吃着素食面 是那样的满足 这些年幼的孩子们 本应该在父母怀里撒娇 要零食 却过着和他们的年龄 不相匹配的生活 他们的父母应该是为了生活 到大城市里打工养家 只留下他们在家中坚强的生活 这个视频是一名好心的女士 到中国的贫困大山里 去看望一个小朋友和她的奶奶 小男孩已经四岁了 从来都没喝过牛奶 从来没玩过玩具 也不会说话 今天来到大山深处 看一位孩子 这位孩子呢 已经有四岁了 还不会说话 他跟奶奶相依为命 住在这块要倒塌的房子里面 奶奶告诉我 孩子的妈妈 孩子很小 就去世了 爸爸呢 常年外出打工 只有他跟孩子相依为命 我进屋的这一幕 我真的忍不住 忍不住 留下了心酸的泪血 这孩子从来没有吃过牛奶 从来没有玩过玩具 2023年6月 中国民主党主席谢万钦 在X平台发文说 近四年 中国合计对外援助 6万亿元人民币 24亿人口计算 平均每人援助外国 4286元 那些刚在医院出生的婴儿 懵懵懂懂的啥也搞不明白 就援助外国 4286元 那些流浪街头的失业者 连吃饱饭都成问题 就援助外国 4286元 那些大山里的孩子们 吃不上午饭 靠喝水冲击 竟然援助外国 4286元 那些没钱看病 在医院等死的危险病人 一下子援助外国 4286元 那些每个月 只领100元退休金的农村老人 也援助外国 4286元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到底是谁出了问题 还有救吗 下面还附上一张 中国网易新闻的图片 上面写着 举世瞩目 近四年 中国合计对外援助 超过6万亿元人民币 白京当局有钱 可以慷慨对外援助 他国的贫困儿童 那么为什么 不帮助中国儿童 改善一下伙食呢 我们来看看 中国的农村贫困儿童 吃的是什么 下面这个视频显示的是 一对姐弟俩 在家门口吃饭的日常情景 弟弟大概是四五岁 姐姐大概七八岁 姐弟俩穿着衣服和鞋子 都有些破旧 弟弟蹲在地上吃饭 盆子里只有白米饭 没有菜 弟弟吃了一口饭 贴心地咬了一勺饭给姐姐 姐姐赶忙吃下 然后又咬一勺饭喂给弟弟吃 旁边小狗抬起头 看看小男孩 忍不住到饭盆里稳稳 而一旁的大狗 则是眼巴巴地看着姐弟俩吃饭 看得出来连狗儿也很饿 有网友留言说 非洲兄弟比中国底层人民好 也有人表示 哎呀 连这狗看起来都悲戏 而中国官员们的孩子们 在学校里吃的是什么呢 下面这个视频 为我们揭示了答案 这是浙江台州 机关幼儿园吃午餐的情景 我来到了焦江区 机关幼儿园华锦丰园 带大家看一看 这里的小朋友们的伙食怎么样 Go 这个叫鸡家鱼鱼 然后这个叫鹅塘月色 兔子呢我们是用的是鹌虫蛋 然后兔子下面那个绿色的呢 我做的是一个草地 青肉把它打成泥 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呀 就是虾肉打成泥 盘成那个肉丸 然后我们放上鲜板 蒸好之后呢 要加上金色的汁 做了金汁一些麻辣 小朋友把那个摆和鸡上去 我们厨师呢 他有一颗玲珑的心 和一双很巧巧的手 变成小朋友最喜欢的 萌萌哒的小兔子 让我们小朋友爱上吃饭 爱上幼儿园 这个菜漂亮啊 漂亮 很好吃 很美味 我做早饭给爸爸妈妈吃了 你觉得这种的饭在什么样 差不多 可以 可以啊 简听一下 我是把冰淇淋起来做的 但又很有意思 好大吃是吧 我觉得它做的饭好吃 不常打分的话 一百万 视频下面网友留言问 机关幼儿园的孩子们 为什么不吃玉制菜呀 也有网友说 吃的确实很精致 但孩子的眼神 却看不到 发自内心的快乐和自由 这所机关幼儿园里的孩子们 都是中国官员家的孩子 他们从小就过着 养尊处幼的生活 就连午餐 都是厨师精心制作出来的 不但饭菜造型美 味道也好 孩子在长身体阶段 在学校能吃得好 吃得干净卫生 是每一位家长的心愿 也是那些普通民众 和大山里孩子们 家长们的心愿 但在中国 并不是每个孩子 都能吃上美味营养 又干净的午餐 有些贫困山军里的孩子们 甚至都吃不饱饭 更谈不上营养 中国政府 一面说要提高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一面慷慨的 向其他国家贫困儿童 提供营养包等援助 但对那些 最需要帮助的底层百姓 和他们的孩子来说 却很难看到 中国政府的这份热情与爱心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记得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留言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